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东时间29号 通过视讯主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 布林肯以挑衅形容北韩式舍飞带 指责平冷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威胁区域与国际和平 在中筹领导人22号互抛口信前后 被韩一周内连续发射两次飞弹 21号试射了两枚短程飞弹 25号又在睽违一年后再次射出弹道飞弹 并对外频频开枪 出了批拜登政府还赤联合国双重标准 金正恩妹妹金宇正 30号也痛骂南韩总统文在寅 被外界质疑背后是否中共撑腰 金三胖发射导弹显然是有经过精心的算计的 因为从这个时间上看 上个周末大家记得吗 它不刚好就是中美会谈 闹得那个沸沸扬扬的时候 同时金三胖我们看到 它立即的就向中共去主动的示好 这个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投名状 就是交投名状的意味呢 29号在美国白宫记者会上 白宫发言人莎琪被问到 拜登对北韩的外交手法 是否包括如同前总统川普一般的 与金正恩同席而坐时表示 拜登没有要见金正恩的意图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美国韩国三国 已就4月下旬在美国举行 外长会议仪式展开协调 未见预期会谈将磋商合作 应对北韩及中共威胁 新唐人演的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南美国三国诺 北韩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